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第三世纪剧评 编剧烂尾的剧情毁掉整部戏 剧评一千字 第一部分 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第三世纪终于大结局了 从5月13日追剧到5月31日追完 足足花了18天的时间追剧 当然影评发布出来的时候应该是6月11日左右了 为什么影评我会延迟发布呢 因为我得一集一集发布啊 一次性追完是一回事 不过大家应该还记得第29集的剧情 黄浩然舍身救蛇识曼 但是不是恋爱脑的蛇识曼 直到凌峰站的位置根本救不到自己 来不及 但同时对于黄浩然的救命之恩也却是感激 因此这一集 蛇识曼究竟选谁 就成了蛇识曼的终身大师了 毕竟最坏的罗紫义也昏迷了 没有坏人了 最后秋氏集团也肯定是两个女人当家了 许绍雄一心要去找自己老婆陈静 怎么可能会在乎集团呢 自己所有财产股份加起来 完全够自己躺平游世界了 话说有钱就是好 可以这么任性 第二部分 秋家现在人丁单薄了 刘江死后 陆陆续续的梁静其死 罗家梁死 一下子家里少了三个人 陈静也离家出走 说到陈静离家出走吧 你真的不做人家老婆 你跟人家办了离婚手续 或者签个离婚协议书交给律师了 陈静呢 这个人设施不对的 他自己凭什么可以衣食无忧地离开呢 还不是许绍雄给的财富 所以男人给了财富 就这样离开 是不是忘恩负义 许绍雄那么爱自己 好好过日子就好了 也不知道编剧是不是仇富心理 还是价值观有问题 搞这么一出剧情 确实挺离谱的 再看看罗家梁的灵堂 就更加离谱了 一个人都没 就许绍雄 蛇诗曼 于安安 陈寅四个人 你说是不是很荒凉 人数稀少得冷冷清清 所以争争抢抢到最后 还不是一无所有 当初就和和气气多好啊 第三部分 凌峰的人设最后一集 也是开始离谱了 凌峰在罗家梁坟前 居然说 知道是罗家梁 害死自己爸爸的时候 他想杀罗家梁的 这个三观有问题了哈 吴戴荣是不是因为被打了 然后死掉 这没有法医鉴定 都是自己的猜测 而且自己爸爸被打 不是人家罗家梁 无缘无故地打 如果凌峰背带三十年 绿帽的话 会不会打肩夫 所以自己是受害者 怎么能肩夫被车撞死了 就怪是自己害死的呢 所以吧 凌峰的这个价值观不对 就很不适合蛇诗曼了 最后一集 反正导演要赛点号的结局 陈寅三十集都没谈恋爱 还一直被欺骗自己的身世 所以最后一集 就给陈寅安排了 许四尔这个未来男朋友了 不过我觉得编剧这里说真话了 借助许四尔的口说陈寅胖了 因为陈寅确实胖嘛 所以这个胖了就不上镜了 还记得美丽战场的胖部 Anyway 陈寅最后的归宿也挺好的 善良的人和正义的人在一起 绝配 结尾的话 这部剧从5月13日在优酷优先开播后 大家一直看到的宣传是 凌峰和蛇诗曼的CP 什么十多年再次合作啊 大家都无比的期待 期待值拉满 结果也失望了 整整三十集看下来 凌峰跟蛇诗曼 说实话 并没看到什么CP感 到时看到了凌峰辜负了蛇诗曼 蛇诗曼难受了这么多年还是单身 伤口始终好不了 始终会想起凌峰这出轨的一次 我最开始还以为会有反转 结果没反转 真的跟自己的爸爸吴代荣一样出轨 所以说男人啊 受不了诱惑 好男人有 但凌峰这个人设看起来不是很优秀 也不是很好的男人了 价值观之间的 还是黄浩然跟蛇诗曼更配 论财力凌峰不够对方十分之一 论对蛇诗曼的付出 也不如黄浩然 黄浩然为了蛇诗曼都被车撞了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爱到可以付出自己生命 而凌峰却为了自己爸爸吴代荣 宁可让蛇诗曼去坐牢 这样的价值观之间的对比 就可以看出 谁更爱 谁真心 所以最后蛇诗曼选择黄浩然 我认为是正确的选择 凌峰要离开的时候 不停地回头 他希望蛇诗曼来找他 但蛇诗曼是真的来送他了 说明蛇诗曼心里最爱的始终是凌峰 凌峰心中也是最爱的凌峰 如果按价值观来说 蛇诗曼确实跟黄浩然最配 可是爱情这东西 真的不是价值观一样的人 可以是最爱 往往就是那个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境遇的人 才是自己最爱的 因为有时候 人们总是喜欢和羡慕 向往别人的人生 所以爱上一个人 其实我们只是爱上自己向往的 渴望的 或者是自己理想的人生 有句话说过 我们爱一个人 其实是爱上了另一个自己 因此 结局 凌峰出现在蛇诗曼和黄浩然婚礼现场 蛇诗曼戒指掉地上 是毁婚还是和黄浩然结婚 其实这不是开放式结局 答案很明显的 就如同我刚才说的 因为你爱一个人 你爱过 你等过 所以无论你三十岁 四十岁还是五十岁 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你都会有所触动 用情置身的感情 是会永远留存在心中的 所以这个结局 凌峰也不会破坏婚姻 蛇诗曼也不会毁婚 黄浩然也不会再次退出 但这不会是第三部的伏笔 因为第三部 是另一个全新的故事了 好了 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三十几句评 写了三十天 写完了感谢大家 陪我一起追完这部剧 也感谢大家支持 这个系列的剧评 阅读量突破了十万家 对于个人博主来说 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不错 都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所以接下来港剧的剧评 我会继续用心去写 也会坚持不做标题党 不蹭流量 认认真真的边看边写 边分享给大家 虽然剧中的故事写完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瓜 想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吃 这个瓜是关于这部剧的 某位艺人经纪找到我 想我帮忙采访艺人 然后帮艺人宣传 但是结果没说给我钱 想白嫖我 还要我按要求来给大纲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瓜可以发出来 让大家对娱乐圈有更深的了解 大家明天记得来看这个瓜 可以结束哦